中心网客户端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上官云 我们团队创编的戏曲广播操和戏曲韵律操 融入了戏曲元素难度适中比较易于推广 也有利于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14日中国戏曲学院体育部主任王志平 在接受中心网微信公众号 CNS2012记者采访时 如是说到现场展示上官云社14日 由北京市教委主办 中国戏曲学院和北京教育学院 共同承办的首届戏曲广播操 和戏曲韵律操师资培训班 在北京正式开班 该班共有来自北京市各区近60名体育 音乐舞蹈教师参与为期一周的培训课程 记者书里发现 此前由中国戏曲学院为主创团队 根据中小学生身体发育特点 结合戏曲基本诚实动作组 河边创了戏曲广播操和戏曲韵律操 效果良好获得了相关教育部门的好评 同时 主创团队对200名学生 在做广播操过程中进行了积电 心率和血压等指标的测试 以保证该套广播操的科学性和健身性 具主创团队介绍 测试结果显示 整套戏曲广播操的运动强度 使符合运动学渐渐递增规律 并达到中等运动强度适合中小学生锻炼 戏曲广播操里面 融合了戏曲表演的一些简单动作与手定字不等 王志平告诉记者戏曲韵律操 则可以看作是前述广播操的进阶版 它是融入了戏曲表演的程式组合 内容更丰富一些 如王志平所言戏曲韵律操 是首次把戏曲传统程式融入体操中 颇具创新性 为了让年轻的群体 异于接受中国戏曲学院 在2018年举办专家听证会 进行筹备工作 当年11月 戏曲韵律操的边创环节顺利完成 并于12月初起 在北京市进步小学和北京市第44中学 率先进行试点教学 通过练习学生们 能够熟练掌握戏曲韵律操的动作要领 为了能够保证戏曲韵律操的科学性 和健身性向目组 从中抽选受试者 通过数据分析客观评估 并进行合理的调整上官员设 今天演示的戏曲韵律操难度适中 使掌大概三分钟左右戏曲广播 操时长约三分四十秒比较容易一些 当时学生大概用了四节课就学会了 王志平说 他们的背景音乐 是由中国戏曲学院金瑞希老师们创作的 也是融入了很多颇有韵味的戏曲曲调 他表示目前整个项目已经进行到中期阶段 从今天开始 接下来还有一些培训计划 最终会举行一个北京市级别的赛事作为节项 戏曲广播操 也好戏曲韵律操也罢 都是希望将戏曲艺术中的有益元素 融入学生们日常体育锻炼中 让他们在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 能够学习戏曲知识培养兴趣 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王志平如此阐述这两套戏曲操的意义 所在影业内人士则表示 戏曲操从戏曲特有的美誉 提供功能切入 帮助学生在戏曲运动中体验戏曲艺术之美 也是戏曲进校园的一个重要探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